我又把你成为一个女中介的国民女神 你怎么看这个程度啊 国民女神下一场呢 下一场那个有一个叫小培的 我们看小培 我觉得她长得比我好感 你可以关注观众 如果我长得大好看 但是我没有实力的话 就我觉得 这不是我希望的 就是我希望 实力可以超过我的 这是我希望 我的实力 是放在首位的 运动员有颜值也能爆火 已经有无数成功案例了 但是并非所有运动员 都愿意被炒作自己的颜值 比如说罗诗芳 他就表示 自己不是什么国民女神 女神在下一场呢 我觉得裴新一长得比我好看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之后记者采访了裴新一 又提出了一样的问题 裴新一回应是 就算我长得再好看 如果没有实力 那也不是我想要的 我可以谈认我